卢先生罹患下咽癌 长达一年吞咽困难 肿瘤造成呼吸道阻塞 使得喉部三大功能 发生呼吸以及保护下呼吸道呛咳 全部丧失 下咽就是我们咽部的最下面的地方 接连食道的位置 所以它就在我们的呼吸道 喉部的旁边 这里的癌症 它常常就会造成我们吞咽的困难 呼吸的困难 以及容易呛咳的情形 医师建议 既然喉部功能完全丧失 留着压迫呼吸道 还不如全喉摘除 重建咽部之后不再呛咳 饮食直接进入食道 不影响前面的呼吸道 至于讲话 可用人工发生器辅助 术后两年提升头颈癌患者生活品质 台湾头颈癌发生率远高于全球平均 和生活饮食息息相关 最常见头颈癌就是口腔癌 口咽癌 下咽癌 那口腔癌就是跟烟酒 檳榔油 特别是檳榔有关 那口咽癌可能跟檳榔煙 还有我们那个乳涂病毒的感染有关 那下咽癌大部分是烟 还有酒的因子成分比较高 避免接触烟 酒 槟榔 施打入途病毒疫苗都能大幅降低罹患头颈癌的发生 大爱新闻李亚平 郭继宗台中报导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